大家好 歡迎來到JOEL TOY STORE 相信大家在網上都會看到很多公司 利用一些專業製作的影片去推廣一些產品 而這些產品全部都是很有創意和新潮的產品 而我會逐一去做一個產品評價和分享 第一個就是Niid Phenol袋 Niid是2014年成立 他們開始已經製造三個袋 這個袋我是經香港公司Searching C買的 原價是288元再加20元運費 總共308元 這個袋其實是一個很貼身的斜尾袋 很小的 其實它有分左右手 我買了這個就是左手 就像我這樣戴 另外一個右手就是在這邊 這個有三種色的 Fino袋 有這隻灰色 有藍色和紅色 它們這個特別之處 其實它有三個拉鏈位 這個第一個 這個第二個 這個就是第三個 總共有三層 第一層是由這個拉鏈拉出的 你看到這個位 其實就是這個就是這裡的位 它是第二層 中間的那層 然後最底的那層 最底的那層就是後面這個 你可以看到它由頭到尾都是利用的 你用了空間的 裡面就有一個位可以擺錢包 不知道看不看到 這樣 但是這裡 這裡 就是 黑色這個位置就是擺錢包的 那它就有一個電話 或者擺卡的位置 那你用磁石的 那就很簡單的 或者 然後就是有一個反光帶 反光帶就可以擺眼鏡 還有也可以擺耳筒 那這個袋呢 有個好處就是 不需要特意要這樣來脫袋 其實可以輕輕地一推一拉 這樣就可以脫了 那這個袋總共呢 其實因為它有三層 而每一層都有一個不同位置 大小 所以其實分布的時候 就很需要去思考一下 究竟是怎樣擺好你的東西 因為如果不是的 因為它 如果不是的就會很厚的做到 那我們首先呢 我就會從這裡進去 第一 這個袋是可以擺多一個 8吋的iPad的 或者一些8吋的手機 那我先放進去 再放在銀包袋裡 然後呢 我就再放一些卡片 那這個就搞定了 那然後我這一邊 就放一個充電器 當然啦 我這個是比較大的 那充電線 鎖匙 那這個呢 就完成了 然後中間那位呢 我就放糖 煙 當然我不是鼓勵人吸煙 但是這個影片 是要這樣做的 還有一包紙巾 然後再關一個拉鍊 那其實呢 基本上全部的東西都在這裡 還有一個 太陽眼鏡 那我就可以在這裡掛 那手機 其實這個呢 就跟一部iPhone 6的size一樣 那我就放了 那個 電話 Holder那裡 那其實呢 那大小呢 都可以足夠 可以放到一部iPhone 7 Plus 那所以其實 其實基本上 所有手機都可以放到下來 那就是很簡單 那全部都齊了 那你看到 其實都不是說很厚的 其實真的 那 那當然啦 其實我就試過啦 那如果不 放那部 8吋的手機 其實就舒服很多 舒服很多 的 那你可以其實看得到 這個袋子依然都很貼的 依然很貼的 那 其實可以 背了一個袋子 再穿件外套 都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 但是唯一一個 我覺得不好處的 其實就是說 它沒有很多 現時 流行的袋子 就說有一個位置 可以洩一張卡 因為始終 如果譬如 我要每一次 搭地鐵 我都要脫一脫 然後拔那張卡出來 再 掏完 再脫一脫 然後再放回去 其實我覺得 有點麻煩 其實因為它又有位置 其實 我會覺得 如果它在這裡 開開那個位置 可以洩一張卡 就會方便些 那當然啦 那可能 有少少影響到外觀 那 但這個 都是純粹個人意見 那 這個袋真的 你看到 我現在這樣做 其實這一邊是偏後的 因為我擺多了東西在這裡 然後中間就是薄一點 然後後面這裡最薄的 因為始終 這個是預計了擺手機位 那 防盜的 因為這麼貼身的時候 基本上別人偷得到的 一定在你前面 因為你的袋不是背後的 是放在前面的 所以如果拿到的 一定是貼得很貼的 而一個正常人 不應該感覺不到很多人 這樣偷東西 發的時候 這個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然 這個袋就不可以放電腦 那些東西 所以 譬如說 星期六天 你不用上班 拿出去 我覺得是 非常合適的 還有 現時這個情況 香港不是很多人有 你不會經常 出去撞到 不會撞款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 288元 再加20元運費 我覺得 也是值得買的 這個 如果喜歡我這個產品評價 麻煩給我一個Like 然後如果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其他產品 想下去做評價 那就麻煩一下 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想更加緊貼著 下一個新潮的 那就記得去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Jow Toy Store 下次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酒 甚麼 可以 請問一下 可追 你 我們請問一下 可以嗎 為甚麼 在這那裡 坐在那裡 我們請問一下